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高通技术公司月前在MWC2025期间宣布推出高通X855G数据机设品RF系统 这是高通第八代5G数据机到天线解决方案和第四代AI驱动的5G连接系统 专为下一代联网和AI应用而设计 可提供高达12.5Gbps的峰值下行速率 足以实现无缝流媒体下载和上传 在拥堵地区提高网络可靠性延长电池寿命 并提高定位精度从而提供整体卓越的用户体验 具体来说高通X855是首个支援高达400MHz下行链路频宽的数据机方案 这也是目前行业同类产品所支援的最大频宽 可以更充分地利用现有频谱 实现高达12.5Gbps的峰值下行速率 相比联发科最新推出的5G数据机晶片M90的12Gbps更快 同时高通X85凭借上行200MHz频图 以及四层上行载波聚合OMIMO 将上行峰值速率从3.5Gbps小幅提升至3.7Gbps 高通X85还引入了最新的双卡双通DSDA创新技术 Turbo DSDA支援3cc加1cc对比支援1cc加1cc的上代方案 5G SA载波翻了一倍 实现更高的吞吐量 实现更好的上行下行链路效能 高通X85还集成了第四代专用AI处理器 效能更加强大 AI推理速度比上代提升30% 可以运行更多的AI专用5G演算法 从而有效提升连接体验 比如基于AI的数据流量引擎 可利用AI处理器增强数据流量模式辨识 玩游戏的时候可以降低食言 加快响应速度 使用Alt通话的时候 可以保证音讯和视讯通话的流畅 稳定 智慧双卡双代功能也会自动辨识 如果发现另外一张SIM卡有电话打来 就会有效防止通话中断 其他AI功能还包括 Wi-Fi行动网络无缝切换 支援6RX、4RX天线管理 利用GNSS增强精确定位等 高通X85作为顶尖的5G Advanced解决方案 还支援超过1万种载波聚合配置 窄带NTN集成式卫星通讯 增强实施5G上行效能的Smart Transmit Plus技术 全球首个FRMCS 包括欧洲N100N101频段 小区边缘等位置的射频下行增强速率 提升最高20% 等等一系列先进技术 堪称业界标杆 高通技术公司技术规划 与边缘解决方案高级副总裁监总经理 Douga Molladi表示高通X85是全球最先进的数据机到天线系统 旨在提供最佳的5G体验 对于智慧型手机而言 它实现了只有在高阶Android的设备上才能实现的速度 能效和可靠性 技术领导力一直是并将永远是高通的重点 在高通庆祝成立40周年 并进入代理和设备端AI时代之际 通过推出这一行业领先的平台 来纪念这一里程碑 这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高通在数据机设品和设备端AI方面的创新 使他们成为下一代互联智慧的领导者 预计高通的这款X85数据机晶片 将使用台积电3nm工艺进行打造 不过同为网联晶片公司的数据基础设施 半导体解决方案的领导者 Marvel Technology展示了其首款用于下一代 AI和云基础设施的2nmCIP 该晶片将采用台积电的2nm工艺生产 是Marvel平台的一部分 用于开发客制化XPU交换机和其他技术 帮助云服务提供商提升起全球营运的效能 效率和经济潜力 Marvel表示 鉴于预计每年45%的 Time总可用市场 Total Addressable Market增长 预计到2028年 客制化晶片将占加速运算晶片市场的25%左右 Marvel平台战略 以开发全面的半导体IP产品组合为中心 包括电器和光学串行器解串器 Serda 用于2D和3D设备的精力间互联 先进封装技术 西光子学 客制化高频宽记忆体HBM运算架构 片上静态随机存取记忆体SM 片上系统SoC架构 以及PCIE Gen7等运算架构接口 这些都是开发的构建块客制化 AI加速器 CPU 光DSP 高效能交换机和其他技术 自2020年 推出业界领先的5奈米 数据基础设施锡平台以来 Marvel一直走在将先进技术节点生产的产品 推向市场的前沿 Marvel于2022年 宣布推出业界领先的3奈米 平台并于2023年 生产了第一款晶片 多款行业标准和客制化晶片产品 现已出货和开发中 Marvel开发长Sandip Barzi表示 平台方法是他们能够在最新的工艺制造节点上 加速开发市场领先的高速SATA和其他关键技术 从而使 Marvel及其客户能够加速XPU和其他加速基础设施技术的开发 他们与台积电的长期合作在帮助Marvel开发具有业界领先效能 电晶体密度和效率的复杂晶片解决方案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此外 Marvel还提供了3D同步双向Io 运行速度高达6.4G bits每秒 用于连接小晶片内部的垂直堆叠晶片 如今 连接晶片堆占的Io路径通常是单向的 转向双向Io式设计人员能够将频宽增加多达两倍 和或将连接数量减少50% 3D同步双向Io还将为晶片设计人员提供更大的设计灵活性 当今最先进的晶片超过了用于在膝上勾勒电晶体图案的眼膜或光眼膜的尺寸 为了增加电晶体数量 估计30%的高级节点处理器预计将基于小晶片设计 其中多个晶片组合到同一个封装中二借助3D同步双向Io 设计人员将能够将更多晶片组合成越来越高的2.5D、3D和3.5D器件堆占 这些器件提供比传统单片锡器件更多的功能 同时仍能像单个器件一样工作 台积电业务发展与全球销售高级副总裁兼副联系营运长张凯文博士表示 台积电很高兴与Marvel合作开发其2奈米平台并交付其首款晶片 他们期待与Marvel继续合作 利用台积电一流的锡技术工艺和封装技术 为AI时代加速基础设施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